参与了之后就变得挺敬畏的 对 敬畏就 敬畏就很好 不能说自己就忽然打进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大师太多了 但是确实比如说最重要的 你要成为生活的大师 就你怎么理解这个社会 是吧 理解你生活的这个世界 它才能游刃有余吗 我现在就是参与那么一两次 也就是你是东北的这种 我就能参与参与 你要去弄一个别的 根本我感觉都不行 台词就不够关 太难了 而且我们其实这边普及的也不多 比如说在国外 国外人家是大学都有戏剧本 这个很正常的一个 包括表现力上 我们这还经常解决叫什么 我们叫素质训练 叫解放天性 还老在这个 这片场都还紧张呢 是吧 还哆嗦呢 而且很多比如说在专业院校 专业院校里面有 有的问题就是实践的问题 就是你讲一堆 你没有实践的机会和场合 或者说从实践中得来的这个感受 成败 行不行 好不好 或者那种毫离之间的 也很难再复盘这个事情 你想很多时候表演 很多人是在演给现场看 那咋讲 这个 就演给现场 演给现场 就是周围这些人 比如摄氏族有 就是一些人 其实还是要跟观众 或者是在那个故事里面 其实要的是你忘了这一切 你是在那一刻 在那个世界活一下 对吧 只是活得贼像 不是贼对 其实所有的准备 和努力和开机 就是为了那一项 就在那个世界太准了 就在那个世界 排到在这待几天呢 就待到14号 我14号 我15号 然后去我们去迎口演 就是沿着走呗 对 然后我们周末的时候去大连 就下周末在大连 从北京出发 就是首站就是东北 东北这一片 对 现在属于北京 然后去郑州 郑州 然后就到了 沈阳 我一说 那个我们的导演已经来了 但是见不着了 老舅演是还挺演的 因为我们那个正好有说唱的部分 然后就说老舅 他不是演说唱 他演普通人演得非常好 老舅也演戏 你知道 我知道 可跟你说他塑造非常好 没有 没有 不敢当 我还想着跟哥他们请教请教 回头空 多偷偷试试试 回头你教教我哥 你还用教 请教请教 有一些东西 采访采访 好多不采访的地方 随时聊 不累的时候 聊那个眼睛放光 真的 好 了解表演 绝对放光 聊不明白 就有一天会演了就会演 就忽然开窍了 对 就特别 想知道专业出身的 就是很像那种野路的跟专业的比 我们更需要去拓展一些什么 学习一些什么 都看看片子呗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就好了 心态 因为 因为 他里面还是 其实到最后 你还是要理论 理论支持一个积累 哎呦 像这样的广场已经很少了 哦 哦 这很漂亮 哦这个真的掉了 这算是比较新的吧 我觉得还是 好多年了 很多年了吗 很多年了 我在沈阳上大学 所以今天海洛哥如果招待的不好的话 我是能尝试的 OK 那你直说 你们师范读的是啥专业啊 你啊 播音主持 播音 普通话测试呢 普通话一以 最近刚考了证 播音 主持证 考完了 考完了过了 你都你都过了 哈哈哈 我本专业学了这个 哇塞 好好说两句话 来一个 尊敬的各位 哈哈哈 各位领导 哈哈哈 这咋到得就没了呢 再往下往下一点 呃 咱们今天来一场主持人聚会怎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哎 哎呦 哎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哈哈哈哈 你好像不太适合去了 哈哈哈 朋友们这个路实在是太远了 哦真的是太远了 啦啦啦啦啦啦 曹哥您那是意志片 嘿嘿 好亲爱的 看你这意志是 帮老师来一个 受不了 哈哈哈 猴子不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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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混南了吧 下去大洞喽 哈哈哈 我看到冰面我都受不了了 现在 我跟你说我们这车啊 从桥上经过鱼是会怕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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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